譬如扯腦髮很簡單,你什麼都不懂 你踏著手咬它 你不用扯腦髮那麼近,你當然抽它 按下就跌下了,行不行? 你又是按下一點,你拔它的褲 看看它害不害羞 它又矮了,行不行? 你一樣,拿了這個關節,接口位,先拿過來 但又是有些技巧,先拿過來 之後再做這個動作 歡迎大家來到泳充工房的Monster Channel 我就是Monster 女生必看,被人扯衫,扯頭髮 還要跌下,到底可以怎樣算好 簡單自救髮 今集就是教你這件事 最重要鎮定一點,不要放出 很多時女人打架就會扯頭髮 但當被人扯頭髮那一剎那 被人扯頭髮那一剎那 當然又會試圖扯回對方的頭髮 結果兩個女人都會扯頭散髮 這樣最多都是打和 但是被人扯頭髮,還要扯來扯去 還要被人扯到跌下落地下 又怎樣算好呢? 我都會做一個簡單的方法 當中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我太太想出來的 那時候我覺得她比我更加有實踐的觀念 就是我剛巧在YouTube看到一條片 介紹一出行劇 竟然都有用到我老婆所說的方式 我們去片看看 再一次 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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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大家要記住 方法教了 你知道之後 要自己用到才叫真的 所以大家有時間 就要找一些好姐妹去試試看 看看究竟行不行 另外這些方法 其實不止一種 多方面多角度去思考 記住實戰是沒有規則的 另外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網友 就快點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最重要是按旁邊的鈴鐺 或者選傳播 當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會馬上知道 另外你們的like和share 是支持我們的動力 希望大家不要亂識 另外我們詠春武學班 已經接受報名 詳情可以到我們這個網址 不想一知半解 想將難民的權利 搞清搞楚 明明白白 詠春工房幫到你 快點報名參加我們的課程 你將會得到前所未有 旁大而有用的資訊 就算你是一張白紙 都會明白我們的講解 從而做到活殼活肉 好,我們不說那麼多 我們去影片 扯頭髮怎麼辦 女生就預料得多了 還有一條影片就是 兩個司法打架 然後扯頭髮 扯髮味就沒什麼用 很容易脫 你一扯到髮根 例如有些摘頭髮 就很要命 所以很難脫 所以就趕快一點 若果 扯髮根 其實跟他的手影很近 最簡單 你什麼都不懂 你搭著他的手咬他就可以了 你牙就是最鋒利 看他放 還是 只是扯頭髮 而且他會搖來搖去 當然要捉緊他 對不對 你拔到耳朵 看看誰痛點 看看誰放 是不是 OK 或者你扯不到頭髮 OK 又或者 比如說 你給男生扯頭髮 你給男生扯頭髮這麼近 當然要抽他 彈彈 或者打他 打他 打他的眼 或者 踢他 上五寸 下五寸 或者踢腳 都可以 不一定要 說認識其他技能 要不然 通常 沒有那麼殘忍 我們捉住他之後 在這裏 下個手咬在這裏 下 然後打他 他就要 放他 OK 因為 關節會承受不到 有些會困 但是 要關掉 要不斷地練 不是很麻煩的 其實他的背後 其實是一樣 對不對 你還是按住 一定不可以去扯 一扯 例如他一扯 嘩 你的重心都 都掉了 那你怎麼搞呢 如果當晚 一他真的 都在扯 對不對 那你當然要靠著他 頂了他一點點 明白嗎 當身軀比較近一點 之後 按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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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後的大關節去拿 行不行 那大家試一下 是否錯後 未必錯後 但是 最重要是 用在你身上 你是合作的 這個最重要 OK 這個就是 扯頭髮 當晚 那些 那條件 就說 哇 你扯頭髮 都掉了 行不行 你又是按低一點點 用來拔他的褲 看看他 怕不怕醜 如果他都不怕醜 那就沒辦法 不是 就拔他的腳 令他失平衡 行不行 那就是 你最重要 你完全不怕醜 那就很難說 你一定都是撈腳 所以 你先找到自己 行不行 先找到自己 你喜歡拔他的褲 也可以 你喜歡抽他的腳 也行 試一下 看看能否做得到 鎮定點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得到 不然 就沒有了 好 OK 好 之後再講 那個捉衣 捉衣都一樣 捉衣全部都一樣 最簡單的就是抽彈彈 打人 踢腳 這些最簡單 不是最簡單 打到樹齊 不是 又是用剛才的方式 用一些搭著 你的手衫 可以把手衫放到這邊 放到這邊 就把手衫放斷 明白嗎 因為手衫的位置 就是在這裡 行不行 OK 就要去掉 你把手衫放到這邊 另外一手 撥這邊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行不行 我就不做下去的效果 自己 殘忍一點 大家找自己的朋友 朋友是這個時候用 你做這個 然後再做這個 很容易跌 OK 我們試一試 最簡單 究竟是不是 都是原理 就是用最大的關節 去令它就範 OK 如果不如說 你矮這個 你沒有那麼高 你看 我都沒有做 剛剛 我都矮了 行不行 你一樣 拿了這個關節 摺口位 先拿過來 但是也是有些技巧 先拿過來 之後再做 搞這個動作 這樣就會好很多 OK 不是做不到 不是 先防止 防止痛 之後再做這些 就不要很多 OK 但當然 就是希望 練功夫的 我們一般來說 會容易做 因為我們的身體素質 會比普通人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很多事情都容易做 一些 練功夫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平身健康 就是令自己的質素 增高 所以 足三 都是這樣做 另外 有一些 就是抓住 抓住 來打 抓住來打 也是一樣 OK 它只是一隻手 這隻手 不是打 可以嗎 同樣理解 我也是會這樣做 可以嗎 這隻 封這隻手 另外那隻手 也是往那邊 它可能是扯得緊 不要管它 可以嗎 一定 兩隻手招呼它 可以嗎 這隻手高一點點 不要緊 如果我高過它 就容易做些 因為高過它 我在頂 我在頂 這個手肘 我封這隻手之餘 可以隨時打 這個可以隨時落 隨時打 隨時都沒有問題 所以身材高 就更好 可以嗎 不是 這隻手下了 還是不要管它 這隻手 打過來 你就拿 是吧 一路令到它出不了力 最主要令它出不了力 OK 千萬不要害怕 一路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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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到他的手 不要管他的手 你控制住他 一隻手就等於控制住他邊身 所以他既然抓住你 是吧 那你就頂著頭 一路拿著 拖拖拖拖拖 看看他確實不說 你明白嗎 那你一拖拖拖拖 你拖拖拖拖 你已經是 手肘已經去 行不行 那如果覺得短了 不夠了 距離不夠長 高大一點 那你又是拿了一點點 就可以拿到 OK 所以 也是這些 總之 實際 不要限制自己的思想 不一定要反關節 咬他 耳朵 插眼 鎖頭 抽蛋蛋 自己 任你去做 行不行 好